中华队确定连续两届U18世界杯无缘前进六强 截图自WBSC官方粉丝团分享 在加拿大雷湾举办的U18世界杯轻棒赛 加拿大队今天凌晨以15比3在7局扣到尼加拉瓜队 也终结中华队的晋级 最后希望确定连续两届无缘前进六强 中华队昨天已是B5击败尼加拉瓜 在A组取得三胜二败 晋级希望寄托在今天的加拿大与尼加拉瓜之战 必须靠尼加拉瓜爆冷赢球 但奇迹并未发生 前六局打完尼加拉瓜还经已3比5落后 却在第四局早加拿大冠进10分 尼加拉瓜在7局下一分未得 确定比赛提前结束 加拿大今天赢球后 与中华队澳洲队的战绩同为3胜2败 比较对战友直率后 由加拿大和澳洲出现 与5胜0败的南韩一起晋级六强 中华队只能打第7到12名排名赛 B 组则由美国、日本和古巴晋级六强